選在五月二十日登記結婚的新人 各拿一個喜字開心合照 選在五二零當天完成終身大事 不只取諧音象徵我愛你 更希望另一半永生難忘 比較好記 他才不會忘記 我們認識了四年多了 五二零代表我愛你 在這個日子就是做一個登記結婚 那五月二十號剛剛也是一個 還蠻好記也不錯的日子 還好又是假日 高雄市滬鎮事務所內 永近滿滿想在五二零當天登記的新人 逝逢週六假日包含屏東 台東等地的滬鎮事務所 都特別加班因應登記潮 而台北市等滬鎮事務所 讓新人可以在五月十七日到十九日提前登記 並指定五月二十日是結婚生肖日 有的還按民俗送上金鏟子 祝福早生貴子 今年是雙春兼潤月 代表有兩個立春象徵開枝散葉 潤又有滋潤豐收的意思 都是結婚好兆頭 洋溢幸福感的氛圍更從北 明漫到南 從桃園 台中到高雄市都有許多新人 搶在五二零登記結婚 台中市民政局統計 六度當中 當天在台中市結婚的新人 有三百八十七隊最多 新北和高雄市分別以356和354隊名列前三名 而台北 桃園及台南市也都超過一百隊 而六度預約登記總計超過一千六百隊 今天是我們的重大的日子 選在五月二十日跟相伴一生的隊友 互取終身承諾 讓五二零不只是日期 也展現對未來的期許 靜新文 曹生 蔡成佑 楊世武 採訪報導 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